我持續帶您關心 YouTube短片 山道猴子的一生 是短短上架了一個月 就突破了千萬次的觀看人數 那網友也紛紛的敲碗 要推出真人版 點名由藝人阮 今天來出演這個山道猴子的男主角 那今天的阮今天出席的電影的活動 也有最新的回應 帶你一起來聽 很寫實 我覺得超級寫實 那在報導出來的前一陣子 我就已經看完了這個上下集 那我只是覺得 當然他們講的當然是現實 當然是車圈裡面的事情 在這幾年間我也看了很多 但是我想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我覺得現在我們更需要的是 更多包容跟理解 那當然可以 有些東西很好笑 當然可以嘲笑 可是不應該只有嘲笑 我不是啦 自己覺得我不是啦 我不是為了女孩子去騎車 他也不是一隻猴子 我已經變為人了 好 那可以聽到 其實阮今天是表示說 他其實看完了山道猴子的完整版 那資人自己不像是裡頭的男主角 因為他不會為了女生而騎車 那阮今天也表示說 他覺得說這個故事很寫實 那大家也都敲碗說 是不是女主角 是要由健保的成員陳誠來出演 那陳誠其實先前也有回覆說 只要劇本好的話 他自己也會接演 一樣現場最新將時間鏡頭 交換給棚內主播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 搖擺